如果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 我把你鸿海财产没收 我说yes please do it 愿意把鸿海财产都让出去 宣布独立参选的郭台铭这番话 一度让鸿海紧张到发声明切割 强调郭董已经交棒 没有参与日常公司管理 说得很大方 如今在大陆的富士康 真的被官方盯上 富士康集团在广东 江苏等地的核心企业 成为了税务部门的关注对象 这个举措显示了政府对税收合规的重视 陆媒报道 大陆官方税务部门 针对富士康在广东 江苏的企业公司进行税务集查 另外自然资源部门 则是针对河南湖北的公司 进行企业用地情况调查 有学者分析 相关部门对任何可能 涉嫌违法违规的企业调查 是合理依法行政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 大陆官方突然大动作盯上富士康 让人联想 是不是跟创办人郭台铭 在台宣布独立参选有关 2019年在国民党初选证件会上 郭台铭曾说 富士康随时都能转移 如今他又要参选 可能会影响蓝绿选情 也牵动两岸局势 不论是否后续真的有查到 违法违规情势 但官方的警察动作 已经引发各界关注 揣测是不是中共 不乐见郭董参选 郭伴表示不予回应 强调郭台铭已经辞任 鸿海董事 东方新闻大会中心 综合报道